那我们的这个内容主要今天是跟大家 报告我们的Apps Code的资料库 那我们先从简报开始 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的这个Apps Code的资料库 那这个Apps Code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基本的这个部分 主要放在查找这个资料 那Apps Code这间公司 大家可以有一个简单的印象 那我们是一个就是在美国波斯顿郊区的一间公司 在一个小镇上面 那这个小镇的话就是旧的厂房改建的 就是中间这一栋 那还有其他几栋在镇上 那我们算是镇上应该最大的企业 那他离那个哈佛大学 大概半小时左右的车程 离波斯顿市区也不会太远 一两个小时这样子 那我们的公司是一间私人企业 没有上市 那我们是富比市 排名前两百大的这个私人的企业 那我们的公司是名称比较特别 是因为我们是取自创办人的缩写 创办人叫做Alton B. Stevens 所以取他的EBS 再加上公司Company CEO 就变成是Apps Code 那我们七十几年了 创办人也不在 好所以就交转给他的那个女婿 那我们公司的这个服务的对象是全球的图书馆或者是研究机构 超过十万间那这些研究机构主管他所就是使用的就是Apps Code的各种资料库 那这些资料库对同学来说他主要就是提供 期刊杂志文献报告这种类型的那他不是那种数据型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帮你去分析 比如说给你拿一个国家的GDP的数字啊这种那他就没有 那我们的这四百多种的资料库的话都有他自己的名称那每个资料库里面其实就是一个特定的主题那每个主题都有他收入相关主题的期刊这四百多种加起来有超过九万种的期刊那还有当然电子书也有两百多万册那我们这么多的书跟期刊其实我们公司不是出版社我们是一个叫做Aggregator 这样的一个集成商那这种集成商在主要的他的业务就是他会跟不同的出版社合作那取得他们各自出版的期刊杂志报告书籍的授权然后呢我们再放在我们自建的平台上给大家做使用所以大家也会在原始出版社的网站上看到同一本期刊那你也可以在Apps Code平台上看到一样的 所以它等于是同样的资料区的授权放在其他的平台上所以让大家有个印象那我们的资料库的话呢的名称平台就是我们的使用的平台大家可以把它想象成比如说Google Scholar是一个使用平台那我们的使用平台的话叫做Apps Code Host那我们的公司叫做Apps Code所以我们的公司然后还有平台的名称让大家有一个印象 那我们有一个中文的粉专Apps Code台湾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加入英文的粉专就是搜寻Apps Code就可以看到那我们再来就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些资料库的话呢我们有哪一些那刚刚提到我们有400多种那我就不一个一个介绍好不然的话我们时间可能就画在这个介绍上面了那我们就挑几个重点的部分 那第一个是大家都会使用得到的是一个叫做Apps Code系列的资料库那这个C版的话呢它收入的期刊有高达就是2000多种那这2000多种指的是非open access的期刊那非open access的期刊指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免费的 它要花钱不管是个人或者是学校要花钱订购才能看得到它的内容所以这个是非open access期刊有2000多种2000多种如果是计算是那种学术性的期刊的话那也有就是2500多种那如果是没有学术性比如说杂志像时代杂志也收入在ASC当中 所以让大家有个印象那右手边还有一个数字叫做无延迟这个无延迟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在Apps Code平台上看到最新的这一期比如说时代杂志好了刚刚讲到出版社的网站也有嘛大家去时代杂志搜寻一下你就可以去它的网站去订购在它的平台上看它的电子杂志那在Apps Code平台上也有那图书馆架上可能也有时代杂志的纸本 那我们这700多种就是说出版社呢他把杂志授权给我们也卖给图书馆纸本或我们的资料库那图书馆有了这个电子版之后假设他原本有电子版的时代杂志他可能就把它取消了不订了因为重复了嘛节省经费那因为重复的关系会取消订购所以出版社原本的利润就会降低一些 所以很多出版社在跟我们谈授权的时候就会不给我们最新的期刊所以如果是无延迟的代表说这700多种你都能看到最新的那有延迟就是比如说三个月六个月一年两年这样的最近这三个月六个月一年两年的你看不到全文你只能看到这个时间点以前的所以这个是延迟的部分跟大家提一下所以这个是出版社 跟集成商最大的不同就是有些期刊是可以看到最新的那有些的话会有这个就是全文的断层的这个限制然后来自于不同国家的期刊那可以看得到我们主要是提供这个欧美的期刊为主这些的平台里面你有时候也会看到影片那这个影片的话呢是美联社的影片所以大家如果查一查跳出影片的话 它是新闻的影片然后这个资料库的话呢就是总共的这个收入的期刊它的订费加起来是这个数字所以这个IS系列是综合学科的大家有个印象 BSC的资料库我们除了一般的学术期刊就是刚刚刚有全文之外针对OA的期刊它其实也有建制索引所以其实是找得到的那在这个BS系列的资料库当中呢可以看得到一样就是收入期刊只是说它的主题是针对商学这个领域去做收集的那刚刚的是综合学科 一样有不同国家的数字那这些我就就是跟大家提一下BSC它除了期刊之外它也提供一些个案的报告然后就是产业的报告市场研究的分析SWAT的分析等等然后经典的影片哈佛商学院的也有50几部让大家有个印象这个是非期刊的内容那如果是期刊的部分的话呢 像管理类的它前几名的有收入如果有标注这个Embago的就刚提到的那有延迟的那这样的话就是四跟五它是有延迟的其余都能看到最新的那跟这个行销有关的Marketing有关的前三名的期刊然后MIS相关的财金融的部分还有会计的部分也比如说Accounting Review那也收入在里面 然后如果是一般性的杂志像刚刚有提到时代杂志嘛那商学的杂志就是比如说豪博商业评论啊财富杂志啊彭博这个商业周刊啊这些也都收入在里面 所以我们的资料库有学术性的期刊也有一般性的杂志那我们因为这些资料库数量就很多我们就不一一的介绍还有教育学的也有这个 就是刚提到跟传播有关的那它其实就是传播的就是收入跟传播的期刊教育的就是收入跟教育有关的期刊 那我们就不特别一介绍里面的期刊的内容我们把重点放在操作的部分那这样大家就可以一起做操作那进来之后呢要请大家多做一个动作就是选择资料库这边也就是刚刚如果大家点ASC那你会看得到的是这个样子那我们的资料库刚提到有很多种那我们会建议大家选择资料库这边按一下 然后呢把它全部打勾全部打勾之后按确定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同时搜寻这二三十种三四十种的 那我们就回到我们今天的主轴我们就是先跟大家提一下Exco平台的基本的闲索跟怎么去搜寻期刊杂志报告这一些那我们刚刚呢勾选了全部资料库这边呢我们再跟大家说明一下刚刚没有特别一个一个跟大家介绍是因为这边呢有一个箭头 这个箭头如果大家按了一下它其实就会有这个资料库的一个简单的说明所以大家可以在这边呢去做一个箭头的就是展开跟这个合起来那我们有涵盖不同学科的连电子书都有包含在里面还有心理学的影片的部分所以让大家有个印象这个是目前我们的Exco的资料库那因为每个图书馆订购的资料库 不一所以而且我们除了订购的资料库也有订购其他的所以会建议大家在使用的时候你可以全部勾选一起查然后查完这个再去查另外一个资料库那我们的这个平台的搜寻大家打上关键字就可以查这个没问题那我们的要跟大家提一下的就是我们的这次的主轴就是我们如果要去查找期刊的部分 那我们怎么做搜索或杂志那这时候呢我们先以一般性的杂志为例比如说时代杂志那大家可能就会在搜寻框像我这样子打上time 打上去之后大家会发现说出来的是电子书或者是说文章当中有出现time这个字的 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在搜寻框当中很顺利的去找到时代杂志那如果是我们有搜寻时代杂志这样的一个期刊杂志的需求的话 那我会建议大家呢使用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如果我们因为我们的资料库呢如果要搜寻期刊跟杂志的话 要使用的是上方这个出版品的功能 那现在上方这个出版品的功能因为我勾选了全部的资料库 他就必须先点一个 然后进去之后再去搜寻ASC他收录的期刊 那我不能在ASC里面去找到其他资料库收录的内容 那我点选之后呢 这边就会出现ASC这个资料库他收录的那几千种的期刊 包含全文的有或没有的 有包含全文的话呢 他会有标注全文的字样 如果这本期刊他没有提供全文 只有提供摘样 这边就会出现数目记录 那我们如果要查找 就会建议大家打上Time 打上Time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边会有一个Time Magazine在这里 第五个 那时代杂志大家可以看得到 他收录的全文是1923到现在 也就是今年是2023嘛 所以有100年来的时代杂志 大家可以慢慢的看 那我如果要看这个时代杂志 我们可以点选这个Time Magazine 点了Time Magazine之后呢 可以看得到右手边有 历年来这100年来的卷起 然后这边有一个Time Magazine的官网连结 那我们点这个官网的连结 点了官网的连结 大家就可以看得到 这就是时代杂志 确认一下 不是同名的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如果要看最新的时代杂志 在Apps Code平台上 你要在右手边这里 这个2023这边呢 你去找到这个最新的一起 最新的一起的话 今天是2月23 那这边是已经出到2月27号的 因为杂志的部分 在以前的纸本时代的话 它都会提早出 提早出 提早记 然后在当期这个时间 就会到读者或读书馆的手上 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得到 这一期的时代杂志呢 就有29篇 这29篇的话呢 就在这个页面当中 那它有两种格式的全文 PDF或是HTML全文 那就会建议大家呢 你就可以随便点一个PDF全文 或你有兴趣的来做一个阅读 那这个全文呢 是可以下载的 这边有一个往下的箭头 点一下 它会把它存到桌面上 那右手边 大家也可以看得到 它有一排的工具列 那这一排的工具列的话呢 第一个是Google硬碟 就是我们可以点了之后 把这篇文章 PDF全文 存到我们的这个 就是Google硬碟的这个 资料库当中 就是我们自己的Google硬碟 那它会在 我们自己的Google硬碟 也开一个Apps Code的资料夹 那我们再回去找那个资料夹 就看到这篇文章 那如果用Google硬碟 比较麻烦 因为你可能用自己电脑嘛 今天大家都线上的 所以你可以点电子邮件也可以 那你可以用这个来寄送自己 如果你在图书馆用公用电脑的话 那可以把全文寄到自己指定的email信箱 你也可以收到这个PDF单 寄送的时候 甚至还可以把引用格式勾一下 APA第七版 那或者是我们是用MLA之家 看我们的学校的规定 那你就会在你的email当中 就是寄过去之后 我现在打一个假的 那寄过去之后呢 你就会收到这个PDF 跟你所勾选的APA格式 那如果我同学就是写论文 会用到Anot这样的工具的话 这边也有一个汇出 我们可以把它汇到Anot当中 所以你可以做单篇文章的汇出 甚至也可以会下载成Excel档 或其他的书目软体都OK 那如果要直接取得引用的话 点这个引用也可以看得到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时代杂志进来之后 我如果要看第二页 其他篇的文章 我们不用点左上方的结果清单 回去上一页 或点上一页 我们就可以直接看到 左手边这里 左手边这边有一个1到5 然后6到10 11到15 1到5底下又有第三页 第五页 第七页 那这个意思就是 它这边就是按照页码来做编排的 所以大家如果要做这个 就是翻页的话呢 其实你不用回到上一页的 这边的页码 你就可以像翻杂志一样 用这样的方式来翻 比如说这个 Lobron James 就可以看得到 这边就会有他的这个 就是简单的这个 新的记录的这个内容 那你就可以看得到 这个文字的部分跟图片 所以大家可以透过这个翻页的方式 来去找到我们 就是感兴趣的文章 然后我们如果点 左边的结果清单 就会回到这里来 那我们如果要点这个全文的部分 除了PDF 第二种全文格式 叫做HTML全文 这种HTML全文的话呢 它提供的是文字型的网页 那对我们来说就比较方便 它可以提供两个额外的功能 第一个功能的话呢 就是翻译 那它的翻译 就是大家用Google翻译也可以 你就按滑鼠右键 也有Google翻译 如果你用Google Chrome的浏览器 那如果我们是用这个 Apps Code的平台的话 那这个内建的 就是翻译的话呢 它有几十种的语言 你可以看到中文 还有文言文的翻译 那还有这个中文的部分 还有粤语的 繁体的部分 我们可以依据我们的需求 选了之后点翻译 然后再来的话呢 它有提供朗读的功能 这边的Listen功能的播放键 按一下 我们就可以听到这一段 那如果我不想要从头听 我就可以把它圈选这一段 然后点播放 机器也可以帮我们 那这边的话呢 这个朗读的效果就是一系列的 如果大家觉得有需要的话 这边有一个三条线 这个三条线按一下 它有一个Download MP3的一个选项 那我如果点这个Download MP3 眼右下角这边有一个 Agreed跟Download File 机器就会帮我们把整篇文章都读完 存成一个MP3档 那大家把它丢到Line里面 那我们开车的时候 或者是坐捷运公车的时候 就可以随时听最新的这个时代杂志的文章 所以也不一定用读的 要练习一下听力也OK 所以这个是跟大家提一下 我们去查找时代杂志的部分 那再来的话呢 这个是我们的一些其他的学术期刊跟杂志 也是一样的部分 比如说ASC我们搜寻的话 因为我看到比较多人搜寻的话呢 可能有搜寻这个外交事务的期刊 那我搜寻也是一样的 打上去之后呢 这边就可以看得到 这个外交事务这本期刊 也收入100年来的这个卷期 你可以去做一个查找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跟大家提一下的 有的老师或同学 可能也需要去搜寻某一本期刊 里面的相关的主题 比如说这个外交事务 我如果要以这本期刊做研究 那我它有收入到100多年的 这个1922到现在嘛 那我就是有一个很大的范围去做搜索 那我如果要搜寻这本期刊的话 我们就不要去点右手边的卷期了 左手边这边有一个 坚缩尺出版品 我们点一下 点一下之后你就会看到 这本期刊前面又出现一个代码 JN 再加上引号 我们就可以在这边去下第二个关键字 比如说我希望搜寻到 有没有台湾的 那我就打上台湾 然后按检索 它就会搜寻到它收入的 我们有收入的这本期刊 这本期刊它可能有100多年 但是在Apps Code平台上就是1922到现在 所以每个平台它会有它收入的年代范围 大家在搜寻之前可能要先确认一下 那我现在搜寻这个外交事务找到的台湾有300多笔的文章 那我们如果要看全部的台湾的话 会建议大家这个栏位可以动用栏位的选项 可以选TX全文 这个TX全文呢 跟左下角这个全文是不一样的 这个TX全文是到全部文字做搜索 所以319的文章就会跳到2680 所以实际上在这个100年来的外交事务提刊提到台湾的这个字的 就有就是超过2000多篇的文章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最早的一篇是1924 最早最近的是2023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大家可以去浏览最新的卷旗 或者是我可以去搜寻这一本期刊 那如果大家知道了 我这样子搜寻这个期刊 前面就是有一个JN的代码 那我就可以来依法炮制 把我所知道的期刊名称 我就打上去 这样可不可以 这样子不是不行 但是会有一个风险 就是说这个期刊的话呢 它不见得这个名称 跟我们的这个理解的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到出版品这边来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期刊名称 有的时候它只出现缩写 或者是比如说这个AAC这本期刊 那我们可能打的时候 如果只有后面这个 可能就不一定对应得到 或者是像这一篇 这一本 那可能就是也不知道打哪一个 所以我们在就是使用的时候 会建议大家先进到这里来 去确定这本期刊 点了之后 它自动带出来的那个JN 是比较保险一点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个部分 跟大家提一下 怎么去搜寻期刊的部分 那我们也有一些商管财经的同学 那我们就提一下 哈佛商业评论 在BSC这个资料库 就上面的出版品 我选到BSC 那选到BSC的话呢 那你就可以看得到 现在我就在这边 可以去打上 哈佛商业评论 那我们打的时候呢 可以看得到 哈佛商业评论在这里 这个哈佛商业评论 是英文版的 那它也是100年来的 哈佛商业评论 哈佛商业评论 有简体版 China版 我们只提供摘录 BSC只提供摘录 另外一个版本有全文 那它也有繁体版 那这边要跟大家提一下 它的繁体版 简体版跟英文版 不是一样的内容 它不是把英文版 直接翻译 就变成简体版或繁体版 它只有一部分是相同的 其他都是另外找人写的 所以这个是跟大家提一下 那哈佛商业评论一样 点选之后 我可以看得到 右手边的面带 左手边我可以去做搜索 我点左上角 这个哈佛商业评论 一年要四五千块台币订费 那我们透过X国平台 这些其实就节省下来了 那这边我们要跟大家提一下 哈佛的案例 那这时候我会建议大家 选择资料库这边 我们把它勾选取消 只留下BSC 那这个哈佛的案例 我们政大也有 那这个哈佛的案例的话呢 很知名 那我们的是都要都知道他是另外要花钱订购的 那这个哈佛为了去推广他们的案例 他们会固定或不定期的在哈佛商业评论当中放一些 放一篇这个案例免费给大家用 也不是免费 就是你还是要订购BSC 这个哈佛商业评论这本杂志才看得到 那如果我要看到这部分的内容的话 我们就只勾选BSC的资料库 找到这个哈佛商业评论 就有JN这个代码 从这个出版品这边进来 那下方这边大家看到有一个文件类型 也有一个出版品类型 我们就在文件类型这边 底下找到Cat Study 那我们都知道现在很多的文章都有案例研究 以什么什么为例嘛 这种案例的也有 那所以我们在搜寻 如果要比较精确的找到哈佛的案例的话 要用这种方式 那找到之后呢 选择Cat Study 我可以在不输入关键字的状况下 直接点检索 我就可以去带出哈佛商业评论当中 出现的这个案例的内容 那这种案例很明显 前面都会加一个Cat Study 那这时候呢 大家可以直接点询文 你就可以看得到 收入在哈佛商业评论当中的这个案例 那这个案例的话呢 可以看得到他就是这个文章 那需要去订购 那他们有自己的这个就是网站 那这个网站他也在销售这个就是这个案例 那他的案例的话就是大概就是七八块美金 八九块美金一篇 那这个案例是需要单篇去订购的 也就是说假设我们老是要去带同学做讨论 那假设班上十个同学就十个人都要去付这个钱 不能印一份大家看 但是如果大家使用的是Exco平台上面的 哈佛商业评论收入的这个案例的话 就没有这个版权的限制 就是我们这个版权当然就是一样有他的版权 只是说跟案例当中的那种就不太一样 你不用每个人都付费 你就可以去下载给大家看 所以这个是跟大家提一下 那因为他是推广用的 所以他的数量不多 就三百多笔 整个哈佛的案例我记得有两万多笔 那每年都会新增 所以这个是跟大家附带提一下 哈佛商业评论 他会额外提供这个案例的部分 给大家做参考 那接着的话呢 我们如果接着要搜寻这个 就是期刊以外的资源的话 我要搜寻的话 在我们的资料库当中 我再勾选全部 如果有商学的同学的话呢 商学院的同学可能会用得到的 这边有公司资讯 还有公司简介 那这边的公司资讯 公司简介 他听起来就都一样意思嘛 那他的差别就是公司资讯的话 提供的是 就是公司的基本讯息 那我可以看到下面有筛选的条件 上方这边可以按到公司股票代码 这边来做搜索 所以如果我要搜寻公司名称 比如要查脸书 脸书现在改名了 叫Meta 所以我就搜寻Meta 那就可以看得到 Meta的话呢 叫Meta Platform 他在就是这个加州 营业额这么高 那点选之后 就可以看得到 基本的讯息 然后有他的这个 就是产业代码 还有他们的高管的名称 那这边的话呢 可以看得到这个相关的资料 那我们的这个资料的话呢 他是可以汇出成Excel档的 比如说我点结果清单回来 那这边你就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个 那我这样的搜寻Meta 当然就不是 汇出就不太需要 但是如果要搜寻跟这个 有有关的这个 就是公司的话 那我搜寻OEU之后 勾选点这个Excel汇出 就可以把这一页一百间的公司 这些资料都会存在一个Excel档当中 所以公司资讯的话 他提供比较基本的资料 那如果我们需要这间公司 比较完整的报告 在更多的公司简介这里 大家可以看得到 他会有报告的清单 那A到Z 那当然也可以用搜寻的方式 所以我们可以搜寻Meta 那这些报告是哪里来的呢 这个Meta Platform在这里 那这个报告 他有不同的供应商 我们刚好提到Excel 跟不同的出版社合作 有的出版社 他就是专门出去 国家经济产业报告的 这种出版社 那像这一个 Marketline这间公司 在这里 那这个报告 他最大的好处就是 这种公司的报告 他是会定期更新的 他不会放一年两年之前的 这个报告 那就失去他的价值 那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一个报告 现在的就是出版日期 是今年的2月6号 那今年是 现在是2月23号 所以还是这个月 大概两个礼拜前出版的而已 那往下拉 你就可以看得到 这边的话呢 会有这个基本的讯息 也会有SWAT的分析 SWAT的分析 点一下之后 他会有表格 还有就是 后面会有比较细项的描述 关于S 他的描述 还有就是 Weakness跟Uptinity 他的一个描述的一个说明 所以这种报告的话 他会有比较详细的资料 那这个报告 他也是付费的 你也可以在网站上找得到 那你要另外去花钱买 NASCO平台 就是取得授权 所以大家可以在边看得到 那因为这个PDF档 一样你可以下载Email 引用 汇出 这个都OK的 所以这边就跟大家提一下 我们如果要搜寻一些报告的部分 我们可以这样子做一个查找 那这个是搜寻期刊报告的部分 那接着我们跟大家提一下搜寻文献 那我们搜寻的话 我就搜寻这个特教 那特教的部分的话呢 打上去之后 比如说我希望这个 就是这个自己的策略 还有我是希望跟这个阅读有关的 那我们就来这样子做搜寻 我们就以这个例子来跟大家提一下 搜寻上可以做一些调整的部分 一般如果大家的关键字打好了之后 我们就按检索 那这个大家都会 那我们做一个几个提示 第一个的部分就是说 我在搜寻的时候 我们的栏位会去改变搜寻的结果数字 刚刚提到的全文 大家就看到了 它可以扩增 那我们这个全文的话呢 通常是用在我找到的资料太少 比如说先一千抽七百多是算还好 那如果是只有一两篇或三四篇 你可能觉得太少 建议大家可以用TX TX它可以去扩大我们的搜寻 扩大我们的搜寻的意思就是说 它会进到这一笔记录的每个字 文章的篇名作者摘要全文 每个字都去查 查到的资料的话 大家可以看得到 它就不是一千多了 现在变成十几万 就成长了很多倍 那所以我们搜寻的时候 如果要扩大我们的搜寻 可以用TX 那我如果搜寻的时候 要比较 就是准确一点 我们可以改用这个 Subject主题 主题的部分 这边有一个栏位就叫主题 那这个主题的话 就是我只搜寻这个栏位 那这样的话呢 如果文章它有标注这个主题的话 代表这个文章有团入到这个主题嘛 那你搜寻就会比较精确 那这样有多少篇 八十一篇 所以从十几万篇最多 你可以改用这个 SU搜寻到81篇 那你可以比较一下 那再来的话 我遇过一些老师 他习惯用摘要做搜寻 这个摘要 这个AB这个栏位 我们都知道 学术期刊通常会提供摘要 就在文章的前面那里 那如果你是一般的杂志 像时代杂志 哈佛相爱评论 它是不会有摘要的 所以我如果搜寻摘要 一方面可以限定是在学术期刊 一方面可以确保就是说 一般作者都会在摘要去交代 他这个研究的始末 所以你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查找 所以我们从刚刚的几十篇 到三百多篇 到十几万篇 分布的范围就很大了 所以就会建议大家 这个栏位 它可以 这几种用途 TX扩大范围 S U是搜寻比较准确的 AB的话呢 搜寻摘要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那再来比较会用到的 也就是大家可能在图馆之前 开的课程也都有提到的 就是我们有不灵逻辑 这个And or not 这个And or not在搜寻 特别是英文文献的搜寻 是蛮重要的一环 那会建议大家呢 搜寻的时候呢 我们在关键字的部分呢 可以做这个布林逻辑的应用 因为我们 毕竟英文不是我们的母语 所以我们在搜寻的时候 可能这个字或它的同意字 我们就是从字典上 教科书上找到的嘛 那我如果对这个字 这个领域不熟悉的话 那我可能就是会受限于 我用的关键字 就是这一个 那我们如果可以把关键字扩大的话 我们搜寻的范围就会越完整 那我们布林逻辑 如果有不太清楚的同学 我们简单提一下 这个布林逻辑的话呢 就是搜寻的时候 它会有三个可以用的 这个影片我就不播了 如果是使用And 它就是一个交集的概念 我搜寻的时候呢 像现在的交集 我回到刚刚的搜寻画面 这三个就是选取的都是And 那这样的这篇文章 它里面一定都会出现 这三个字都包含在里面 可能一个出现在标题 一个出现在主题 一个出现在摘要这个部分 就看我选取哪个栏位 那我们如果是使用这个Or的话呢 它是或的关键 或的关键就可以看得到 它是三个全满 三个全满如果应用在这里的话呢 我把它都选取成Or 它找到的资料会从300多 就会暴增到100多万篇 那为什么它暴增呢 因为Or就是或 只要这篇文章的 摘要这个栏位 有出现这个字 或这个字 或这个字 三个其中有一个符合 就会出现在这里 所以它就全部都给你 那再来的话呢 是Not Not的话呢 就是排除我们不要的这个 关键字 所以Not的话呢 就会把这个字给去掉 所以我们搜寻的时候 如果我不希望 Reading这个字出现的 我就用Not把它排除掉 那这样的话就是 你可以搜寻就排除 你不是要Reading相关的文章 那再来的话 我们的搜寻 布林逻辑怎么运用 通常大家会比较忽略的 就是Or的使用 Or的使用 大家对同一字 现有的同一词词点也不多 那大家就不用担心 你就直接打Or就好了 你在Special Education后面打一个Or 你就会发现 我们其他人就是在搜寻 就是我们有全球的图书馆 或者是用户在搜寻的时候 他们搜寻Special Education 他也会去搜寻其他的这个同一词 或相关的 比如说自闭症的 他也会去做搜索 所以我们搜寻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参考看看别人用的字 是不是可以拿来做一个使用 那这样的话呢 你搜寻就可以去慢慢做一个扩增 那再来的话呢 这个指引的策略 我加上这个Or之后 可以看得到比如说教学的技术 技巧等等 这些你就可以做一个参考 那Reading呢 Reading你也可以加上一个Or看看 比如说素养 或许素养可能也是Reading的一环 那我们可能就漏掉了 那我就可以用这个 或这个Reading Skills 或者是阅读的理解能力 那这样搜寻的时候 他的上下都还是使用End 但是同一行 他就去扩增这个相关的 就是意思了 所以现在的话呢 我改用这个方式去扩增 我只是打一个Or 然后选择系统建立的 那这样就有1000多篇的文章 所以搜寻的时候 就会建议大家 我们刚刚记得这个SEU 它是只有出现好像几十篇而已 我们来看看这个SEU的搜索 那你就会发现搜寻的话呢 这样的搜寻 它就增加到300篇了 所以搜寻的时候 会建议大家 不灵逻辑 如果同一词 大家不是很熟悉的话 你就直接打让系统来提示你 比如说我们如果搜寻像全球暖化 那我们可能想象中的全球暖化 就这一个 那打一个Or 你就会发现 其他人也会去搜寻气候变迁 问世效应 或者是环境的改变 那这样的话范围就更广了 所以会建议大家在搜寻的时候呢 你可以点这个加号最多到12个 那如果只有三个的话 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搜寻 那它会比较完整 所以这个是我们以上今天的主题呢 跟大家介绍到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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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